你俩都挺不友善的 我化完你了 汉哥 等会儿啊 你看 你看 等会儿等 等下 等下 你是有什么大病吧 你给我化成这样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我头上就三个 那我先问 我问孟姐了啊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是公司新人 同事们对我都很好 但是我身边有一个同事 说话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有时候甚至会让我或者别的同事难看 你是不是针对孟姐 说话 说得好听的是她心直口快 个性强 说不好听点 其实就有一些悲情伤 我走了 真不是 她这写的 真不怪我姐 你们怎么针对我 我跟我姐 关于很好 真的很好 大家不要误解了啊 OK OK 我很好 你被回家了 是吧 我们很 别的同事好像对她多有点意见 我可对孟姐也很没意见啊 但是我是新人 也不敢对前辈说什么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朋友和同事 面对这样的同事又该怎么去面对 使忍气突兴声顾全情面 还是要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呢 你这样孟姐回答 孟姐回答吧 就孟姐回答吧 我觉得你得跟她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 因为她其实并不知道你的感受是这样的 哎真是 但其实这同事也不一定是坏人 是吧 对 那野子平时都怎么跟这样的人相处呢 没有她问我 有她的问题 相亲的一共是八男七女 要你们选人 选择成为谁的红娘 今天就会一直跟着她 我们作为他们的红娘 均是要给他们打靠 可以制造一些小游戏 让两个人更加熟悉 然后业态的东西 我们打个样 这个东西该怎么玩 因为我们是在桃花物嘛 桃花就是爱情乐嘛 我们也希望只要来到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人 他都可以去开花结果 啊 两个人做那画 哦 背对背画画 背对背画画 背画画 画彼此 嗯 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你给我善良点啊 哈哈哈哈 你俩都挺不友善的 我画完你了 汉哥 等会儿啊 你看你看 你需要 等一下 你是有什么大病吧 你给我画成这样 不是 你是不是有了什么大病 我头上就三根